為了讓學生知道如何關閉的長輩 六天高修是帶到學生到老吳老李教中心 把長輩開槓跟他們領領 並且唱歌給他們聽 希望透過這個活動 讓學生回到家裡 不要回到家裡是大多多的活動 學生是這回唱歌給長輩來興奮 為了讓學生知道如何關閉的老大人 六天高修這回特別安排了 二十幾位學生跟長輩一起合同 今天來了二十六位學生 那因為小朋友在家裡 平常跟長輩其實沒有比較親密的互動 所以藉由教學帶他們來體驗 說怎麼樣跟長輩互動 然後在家裡可以為長輩做哪些事情 我們今天來是先表演唱歌 然後就幫幾長輩按摩 最後就是跟長輩一起畫拼圖 拼拼圖這樣子 因為唱歌的話是帶給大家娛樂 然後長輩按摩的話就是說 在家裡也可以為自己家裡的阿公阿嬤 或是阿嬤按摩 這個動作其實是很親密的互動關係 對 然後如果畫圖的話 我覺得就是可以一起從事 阿嬤又可以做的那種活動 比較靜態的 對處老母老基金會是特別感謝他們 讓長輩可以多做到外界進行活動 很感謝陸港國小的老師跟小朋友們 都非常的用心安排這一次的活動 那我們長輩透過跟小朋友的互動 他們也充分找回他們的活力跟開心 我們的小朋友也透過這樣子 跟長輩互動可以學習付出尊敬長者 達到老幼共學跟世代共濃的一個精神 中部的大家都非常開心 不僅有人不贏開港 還有表演的行程 讓他們逗過開心的一天 新舊華新聞 刷龍千 肉桿 彩虹伯德